大家好 我是那個好想工作室的靜雯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才把提案生出來 然後我們很努力的就是盡量的產出了一個介面這樣 對 然後這邊是我今天找到的夥伴 你們要上來嗎 好啦 那就是這個是我們的成果 那可以大概看一下到底希望這個平台長怎樣 等一下喔 好 就是我們希望做一個這樣的網站 然後就是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台灣各縣市 就只要我點 現在這個是台南的地圖 然後如果我點我要看台東就會有台東的地圖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就是在這個地圖上隨便點一個坐標 然後我就可以去新增說 可能我們家附近有個阿公他很會做米菇 然後他的米菇就是在文化資產上非常有保存的價值 只是在文化學那邊可能還沒有先前的先例去認定他到底保存的價值在哪 可是就是要用我們全民的力量去新增 在這個地圖上新增很多就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記憶的故事 對 那也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推進政府去認定我們台灣很多很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資產這樣 那這邊就有類型就可以選他到底是建物呢還是他是一種傳統記憶 或者是他只是一個老街 那你就可以寫這個老街的名稱是什麼 那他的地址 那他的年資 文資狀態 就是他到底是被登錄成一個古蹟還是沒有 或者是他已經被燒毀了 或者是他已經被拆掉 現在可能變成屈城市之類的 那大家就可以從這個地圖上去找到很多目前他的狀態 那這個歷史故事這邊整個全部都是人民可以自己編輯的 那比方說我編輯完之後提交了 那我的夥伴們他又想要編輯一次 他就可以再點進來再重新編輯一次 他就有點像維基百科共同編輯的那個效果 對 那我們是我們的野心是希望全台灣各地都可以坐在這個平台上 好 那我們目前的成果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技術是我們也沒辦法達到的 有一些夥伴會 但我們還比方說後端會員系統也是未來希望會做的 因為我們如果說這個網站真的漸漸成型有人使用的話 那可能也會需要有後端會員系統去管理 到底誰有發言的資格誰沒有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去串一個地圖進來 但我們幾乎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們剛剛有去問OpenStreetMap的一些功能要怎麼串 那他怎麼做出互動 然後資料庫的圖層怎麼串進一個圖層裡面 這個我們也很需要這個技術 然後還有介面互動就是用JavaScript寫的 因為我們幾乎目前都只學到切板 我們只學程式差不多幾個月而已 然後還有歷史資料的收集 跟文化資產社群的拓展都是我們需要的資源 那如果你這樣子的能力也對我們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加入在那個G0VSTAC 你搜尋全民提報文化資產就可以找到我們 那就可以加入 那我們未來可能就會定期的討論這樣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